現在要走左邊 往腳板山的方向前進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你叫做梁澤瑞 今天我們看到身後台七椅零的位置 沒錯 我們今天來到了這個地方呢 轉過來看一下 之前有來過 登登 萊爾夫 我們今天是往那個方向 往石門水庫的方向前進 然後上一次來呢 是帶馮迪索練車減肥計畫 不是減肥計畫 上一次是百K計畫 那這一次呢 我們要挑戰不同的路線 上次是走右邊 我們這次要走左邊 往腳板山的方向前進 因為最近天氣超熱 然後大家常常在那邊說 哇 腳板山水蜜桃冰沙路線非常誘人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打算從台七椅零K的地方出發 也就是我身後這個萊爾夫的位置 然後一路從台七椅 往腳板山山圈前進 沿途大概全長19K 爬升400公尺 也是我第一次騎乘這個路線 OK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吧 GOGO 那我們今天在腳板山路線當中呢 會順便測試 我已經使用一段時間的 Garmin 1040 SOLAR版 就是太陽燈板 還有屁股這個尾燈 715的尾燈 它也是一個雷達偵測器 那我們今天呢 因為是要騎乘 台七椅也是蠻多車的地方 所以用車子的雷達來警示 我後面有車子 然後也要實測一個蠻酷的功能 也就是1040當中的這個功率配瓦 所以我們就按照訓練 我已經有先把LINE F5到腳板山水平潮冰車的這個路線 壓進來 所以點進去 然後就可以看到 我們今天目標設定是80%的FTP 所以平均功率大概186瓦 然後沿途爬升總共是650 這是來回啦 我們今天直接把難度調到最高困難 OK 那我們就騎乘 試 我們來實測一下這個功率配瓦的 這個功能到底用起來如何 那我們就出發吧 GOGO OK 我們出發啦 目前這一段 他給我 我的功率配瓦建議會在193瓦 那一開始這邊 因為路線其實我也沒騎過 但是看他的顯示是有點小丘陵微微的起伏 所以我們就按照他的配瓦模式來看一下 騎起來會不會太快太辛苦 果然馬上一上來就真的如車表顯示 有一點點小坡 有一點小丘陵地的類型 這個路線很像是我第一次騎 但他跟以前騎台三線的經驗有一點像 就是緩緩地上上下下的這種丘陵變換 其實騎起來這種路線 我覺得很適合練 因為他不會一直平路 那有一些上下坡的起伏 其實對於機旋的轉換也是一個 還滿有幫助的訓練 你就不會平路一直續航 好像就需要輪車跟車 那像這種路線就是可以 透過丘陵的稍微起伏 來考驗你的這個換檔跟車子的這種 變速上面的默契 其實偶爾這樣自己騎還滿爽的 因為不用等風低鎖 訓練強度可以稍微拉得比較高一點 比較真的有感覺 喘啊 然後有刺激到腿的這種雞群疲勞感 音樂 目前已經騎了5公里 花了10分18秒 算是我覺得滿快的 因為上上下下 所以這個時間來說真的是 強度滿高的 均瓦大概在190 大概在我的80到85%左右 跟你講一個超尷尬 我剛剛不是差點跌倒嗎 我的那個踏板啊 前面扣片的地方已經抹平了 只有大力 大力抽車就會掉 只能往下才不能往上抬腿 我們到桃園了 車表很貼心的還提醒我 接下來是上坡路段 總長4公里爬升200公尺 所以這一段是整個路段當中比較辛苦的一段 它也在顯示當中有提示 給你看 有沒有那個顏色不同 就是坡度的辛苦程度不一樣 像這樣叫啊 就是後面有車子 它提醒你後面有車子來了 還滿精準的 好啦 太累了 認真爬一下 看起來前面應該會進入一個 稍微緩坡的一小段休息 會下降到一個小段休息 看到只有1到3% 現在的坡度顯示是黃色 大概只有4到6% 爬坡已經剩下1.6K 還有80的爬升 目前已經騎了10.5公里 今天的均瓦其實滿高的 大概190 跟我預設的80%其實差不多 因為我一開始用Garmin設定的功率配瓦 是設定80% 那它其實每個分段給我的這個瓦數提示 都還滿精準的 會建議我要騎多快 照著它的做 其實在上坡下坡的這個平均之後 都還滿準的 呼 還有1.5K的爬坡 RM N 已經看到水蜜桃了 看一下 它等我長得 有點可怕 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已經進到台七這邊的一個爬坡中段 目前大概是爬了一百公尺吧 不是一百公尺 爬了一公里吧 但這邊真的是平均坡度大概在八到九趴有點辛苦 騎起來真的蠻累的 可是這一段呢 樹蔭比較多而且天氣更涼爽 所以騎乘起來 體感上雖然上坡很累 可是其實是氣溫蠻舒適的 好想喝冰沙啊 I'm not living for you anyway I'm being sick and I take the blame Cause I am not afraid Don't look at me and give me that look Ramp onto your holy book Tell me that I need safe You have never said me right Just because I'm brave enough to live outside the light Because I'm not afraid 跟大家介紹第二個蠻酷的功能 就是像我現在這個頁面 它就是極能體能狀 它就是極時的體能狀況評估 它會依照你現在的心率功率還有分配 然後來跟你講 你現在對於預計里程還可以騎多遠 然後你的體能百分比 目前花了幾趴 那像現在預估還可以騎一百二十K 我的體能還有八十二趴 有點高估我了吧 感覺我腿有點痠啊 但像這樣的功能 它其實是要一些時間 讓你跟車表適應之後才會比較準確的 就是其實騎一段時間後 它的這個預估 我覺得都還算蠻精準的 就是它可以依照你最近幾次的訓練功率還有心率 然後來跟你說你現在的這樣的瓦數 你可能還可以騎多遠 你的身體就會開始比較沒力 然後用你的心率變異的這個程度來預估這個里程 剩下最後三公里啦 我們要去河冰沙了 太棒了 現在的爬升也已經累積了大概是四百公尺 所以爬破的路段應該已經都差不多完成了 應該接下來會緩一點吧 到了這個萊爾夫 就是記得右轉進去 就到了 所以我們的路線就是 萊爾夫開始 騎到萊爾夫 繼續往裡面騎 就會到了 交換單刀 好啊 老闆山到了 水蜜桃冰沙 不小心還沒開拍已經 嗯 特別好喝 腳板山這邊商圈呢 在我們身後 也就是特別的那個創始店 每次車友來都是在後面那間 就是需要可以續杯排隊 可是他今天沒有開 所以我們今天就買了其他店家 但這條路線我覺得是還蠻清明的 就是我們從台七椅0K的地方 一路到台七椅結束 然後左轉接到台七之後 其實到這邊總長19K 爬升還不到500 那我覺得一路上就是 丘陵緩緩的 但其實 車路上車是算蠻多 因為今天是平日 但我相信假日可能會更多 可能像重機或是跑山 愛好者 所以如果是車友來 還是要小心一點 就是騎旁邊一點 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我覺得這條路線 也蠻適合推薦給 就是接下來如果 你有一些 像是 我們接下來可能要參加一輪杯 所以我覺得這個路線 可能就會蠻接近 像石門水庫那樣的 丘陵起伏地形 騎乘起來我覺得 路線的考驗也算是 還蠻有感覺 在變化上 會有很多不一樣的強度 可以去做變速上面的調整 所以還蠻推薦給大家的 重點是來這邊 一定要喝一杯 水蜜桃冰沙 太爽了吧 而且我們大概騎一個小時 左右而已 等一下就 準備騎回程 來回總共加起來40K 就是今天的訓練路線 真的是還蠻推薦給大家的 OK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吧 今天上來 最重要的其實還有一個配備要介紹給大家 一路上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到 一直有那個 就是嘰嘰嘰的那種聲音 其實就是 又來了 我的後面啊 裝備了 阿民這次提供的Varia 715的這個雷達車燈 跑過來的過程 只要有偵測到 後面有移動速度跟我不一樣的裝置 像剛剛是人 或者是車 他都會提出警示 然後你就看到車表旁邊這邊有這個點 會離你多遠 那其實 我覺得在路上有這個提示 原本沒用都沒有什麼感覺 但有這個功能之後 就覺得其實還蠻有幫助 因為你在自己騎車的時候沒有一直往後看 你可以大概知道車子離你多近 而且他的偵測其實是蠻準的 我們來看一下 後面現在的台機車 你看這小白點 他一直持續靠近中 然後 哇 機車停到路邊了 看還有沒有下一台 他就會解除 這樣就變成安全模式 所以就可以按照這個車身來 知道我現在到底要不要 騎靠邊一點 騎中間一點 來喔 車子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車子點 他偵測到白點了 車子通過我們 車子通過我們 第二台通過我們 所以這個功能 是我覺得在騎乘的時候 可以幫助安全提示還蠻多 而且他這個有自動錄影 就是如果你偵測到後方有車子來的時候 他就會啟動錄影 然後錄影時間可以設定長度 像我是設定1分30秒 他就可以自動幫你錄影 看到車子之後的這1分30秒的畫面 就可以避免一些 就是 不必要的 行車糾紛產生 好啦 那我們就準備繼續往回 回到起點啦 出發 積木 回來 可不可以 快速的 可以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騎完了! 有沒有看到我們後面的Line Foo就是我們的起點 我們這樣來回總共騎了看一下里程 我們今天這樣騎了39.29公里 然後騎乘時間是90分鐘 可是我們經過的時間 因為還有含喝水蜜桃冰沙的時間 所以大概騎了兩個多小時 那這個路線我覺得真的是蠻推薦給 就是如果你剛好想要騎一條 就是不要離城市太近 然後有一點點就是郊區的話 我覺得這條相對於烏來 好像再更合適騎車一點 因為這邊路比較寬 而且相對來講里程也比較遠 然後爬坡也沒有烏來的後段浮山這麼辛苦 所以我覺得這邊其實還蠻適合練車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騎到底之後 可以來一杯水蜜桃冰沙 真的是超級推薦 然後如果你想要加碼的話 還可以隨時再往更上方的地方騎 其實還有很多難度的路線可以挑戰 最後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這次使用的Garmin 1040 這是SOLAR版本 就是太陽能 可以看一下 除了這些功能很厲害之外 我們剛最後強度 今天太陽能有56% 充了25分鐘 然後我們看一下 我們今天總共騎乘時間 經過時間 兩個小時25分 獲得時間 也就是太陽能幫我們充了25分鐘 看一下我們最後耗了多少電 我今天充飽100%開始騎的 好我們回到最外面 它有89%耶 所以我們今天騎了兩個小時20分鐘 只耗了11% 真的是很厲害的 就是太陽能充電 我覺得我自己使用下來蠻有感的 我大概用了應該一個多月了吧 然後這段時間 我大概充電 就是從0%充到100% 大概只有兩次 其他時候就是可能都騎乘 然後太陽能這樣充一點充一點 就是它耗電其實還蠻慢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代的1040的 就是電量其實提升 真的就非常有感 最重要的是這一代 我覺得新增了一個超級方便的功能 就是其實其他品牌有 但他們現在才更新 就是在這個 點進來車表的畫面當中 你可以選擇活動模式 這邊就可以選公路車 然後你就可以自訂畫面 你可以直接在手機當中去改 你的畫面當中要怎麼顯示 像我們現在就可以看我現在畫面1的配置 我有7個欄位 然後每個欄位是什麼內容 我就可以直接從這邊更改 它就可以即時的更新到車表當中 我覺得這個功能也算是車友在使用上 就是在軟體端很直覺的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因為可以透過這樣操控 就可以很快速的更改你想要看的畫面 那對於訓練其實是更有幫助的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來跟大家介紹 騎從台七椅一路到腳板山的水泥桃冰沙路線 那我記得這個水泥桃冰沙的店好像只有夏天有開 所以大家要把握時間 然後騎的時候還是要注意安全 因為這段車真的是還是蠻多的 OK我是你的家梁哲瑞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如果想看更多關於自行車或是跑步相關的產品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許有機會我們可以開箱給大家喔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